张飞、林志颖贡标千万跑车美女安妮现吻男神缩了。 飞哥面子果然大,邀请到几乎不上台湾综艺节目的不老男神林志颖到华市。 综艺飞长赞来做客,开除千万法拉利跑车绣车技,还开车带助张飞兜风,笑说,我开跑车,飞哥应该骑注机,两个人来尬车,派头做足,也让张飞大赞他饰演一圈归于火油的表率。 不过一向大方的林志颖碰上安妮却临时缩了,看到安妮现吻立刻躲开,还略带害怕地对张飞喊话,我老婆会看,这很难交代耶,以后飞哥打给我,可能会直接被挂掉,会失去再上节目的机会,逗得张飞大笑安妮是正妹耶,到你眼里好像变妖怪了。 林志颖此次发行出道25年专辑,近上两个综艺节目宣传,其中一个就献给张飞综艺非常赞,还特别开出车神舒马克兼制版的法拉利跑车献剂,节目也首次移试到华氏大门录影,吸引近百位粉丝驻足追星,孙协志就坦问, 我们从来没在大门迎接过艺人。 难得上张飞节目,林志颖也相当用心,原本开红色跑车来的她得知门口有铺红毯,担心撞色影响拍摄效果,还一度想换车,后来因为吊车不急而且颜色鲜炼上镜才作罢,也让张飞很感动表示,孙协志真的重情重义, 不只开车,还主动提供赛车游戏给制作单位,上我们节目还要贴前夜,同时也赞林志颖在大陆相当火红,一级通告费相当高,却还是愿意归于回游给台湾综艺节目机会,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, 让更多大咖艺人回台湾演出,林志颖还好起的要张飞点灵希望哪位明星来上,很多人几乎都是我朋友,我来处理。 林志颖外表,状态保持得很好,被封为演艺圈不老男神,但相隔12年再度上张飞节目,林志颖反而被张飞吓到说,飞哥才是真正的不老男神吧, 外表都没变,连发型都始终如一,维持,不老,回忆起刚出道时上张飞节目的状况,林志颖相当感恩的说, 以前我刚出道,上节目只会哈哈笑,不太会说话,但飞哥很照顾我,常会丢话题,一直引导我, 而被问到会不会像学张飞退去唱游人声,林志颖则摇头坚决说不考虑, 强调现阶段的工作跟生活都让他很满意,尤其自己兼不下来,一引退之后反而会觉得很恐慌,不知道要做什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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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